大家好 3月29日下午2点17分 美国立即确诊13万人 治愈了2600多人 死亡了2300多人 纽约确诊了近6万人 指数上升的线条 原看不见所谓的拐点 这时候我们看到了 美国真正的美国的力量 灾难性的2020 灾难性的秋冬之交 冬春之交 从1月开始 开始为中国为故乡 为故土牵肠挂肚 在屏幕前看了太多的生死礼别 我潜然泪下 从3月1时 开始为美国一路狂飙的数字担忧 今天在怀俄明州 平静的下午 给屏幕前的您分享两个故事 佛罗里达的一个城市 学校组织老师们开着车 到每家每户 看望停课的孩子们 每个老师以自己家庭为单位开一辆车 所有的孩子们都在自己的家门口 等候车队的到来 老师们的车上写着 某某老师好想念孩子 Godwell 加上Sat See you real soon 希望很快 真的很快能见到你 Miss Dannison Dannison女士 Love and miss 和Cagas 爱和想念你的孩子们 Miss Sabat Miss you Sabat女士 想念你们 We miss you 我想念你们 Love from Salat And Cardwell 爱是来自 Salat和Cardwell 有姐弟俩坐在门口 坐在家门口 坐在车上 上面车上扎两个 美国的美利坚的旗子 然后抱着大狗 坐在车上 然后女孩子举着牌子 然后自己的前面 画了一个大牌子 放在脚前 We miss you 上面有很多的爱心 当孩子们看见 自己老师那一刻 孩子们欢呼招手 非常的激动 Hi Miss Hellas You need a raise 就是Heller女士 你需要一个 站起来 就是上升啊 孩子们准备了各种牌子 写着老师们 我想你 We love you 一个爱心 大大爱心 Thank you teachers 两个孩子 站在自己的门洞里 家长啊 写道 我们学校的网站 昨天都爆了 家长们流着泪 纷纷把照片传上去 很多老师车上 还放着激励人心的 爱国歌曲 我们站在外面 一直流着泪 看着车子离去 这是一个有爱的国家 这是一个有爱的国家 特别是对孩子们的爱 美国是一个多宽容的国家呀 我肯定会义无反顾的喊 美国加油 看到照片里的笑容 这个很糟的2020一下子就没有那么坏了 我们时常抱怨美国基础教育 觉得孩子们在学校没学到更多 美国学校的网课可能也没有更好更全面的学习 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夏特殊的春天 孩子们不得不离开校园 离开同学和老师 学校老师想到的是让孩子们知道 我们所有人彼此都在想念着 都在爱着 有这些孩子 有这些爱孩子的人 我们相信美国会好起来的 就像我第一次到美国当地的教会 纽约第一基督教长老会是加州的 我进去听了一个小时 牧师的传道 我对旁边的人 我只听懂了一个love 只听懂了一个god 只听懂了一个上帝 他说没关系 love only 就是有爱就足够了 当时我的心里眼泪都快掉下来 第二个故事 资源纽约的志愿者已经达到六万人 就是一句简单的 I will come 一字千金 这一句我能来 是用自己的生命割开病毒 和他们身后想要保护的我们 安德鲁库莫 安德鲁库莫 纽约州州长 New York's never case to amaze me The outpouring of support is extraordinary 62k medical staff have answered our call to hope over 10k medical healthcare workers have answered our call to hope when someone needs something there is no place and they'd rather be than New York 这就写我们纽约的人从来就是呼唤招呼 这个都能够来 这个物资也能来 这个需要的人照顾的医护人员也能来 我们平时也抱怨美国医疗制度的缺陷 但是2020年的春天 美国告急纽约危难的时候 现在就是这危难的时候 医护人员没有迟疑 没有后退 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直在 安德鲁库莫 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说 to the nurse the doctors the EMTS the fair fighters the police officer the grocery store works the famous cysts and the countless others 护士医生 紧急的人员 火灾的救护者 警察 这个还有商店 还有这个 医疗这个 还有其他的 纽约谢谢你们 纽约 thanks you 退休重返战场医护人员 不少还签了 如果正正 如果重重 就放弃呼吸机的资源书 想要把生的机会 留给年轻人 纽约现在的呼吸机还是不够 虽然纽约 虽然美国的呼吸机是 德国的几倍 法国的几倍 纽纽约的临死医院建起来了 Ander Cuomo 纽约州州长 The temporary hospital in the Javis Center will fully open on Monday 星期一要 这个临死医院要开了 And congregationed FEMA and the Army Corps of Angels for the work at Javis And thank the Javis staff And thank the National Guard 国民自卫 谢谢国民自卫队 谢谢这个建策者 祝贺你们 You built a hospital in a week 你们一周就建好了 You are the best of us 你是我们最好的 我们其中的一员 我们每个人都嘲讽和抱怨过美国的效率 比如那些永远修不好的路 包括美国CDC的官僚 厌恶了防疫的良机 包括那些在佛州海滩 浪荡无知 无知无畏的少年们 当美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后 从下到上 油条不稳的行动了起来 政府国会 两万亿似无前例的救助 航空公司提供对医疗人员的运输 酒店让医护人员免费的住宿 科技人员让员工在家上班 他们对员工说 你们才是公司最重要的 Andro Cuomo Every time the National Guard has been called out They have made every New York product 每次 国民警卫队 他们来 都是 每次都值得纽约的人们骄傲 Head message to them 这是我的信息给他们 The mission is to save lives 使命 他们的使命就是去救生命 And as hard as we work 像我们一样努力的工作 病毒狠狠地在人类的防线 撕开了一道很大很深的口子 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 环游理智 道德和人性 这道伤口 每一天都随着疫情 曲线的上升 在加深 在撕裂 但是 总有人 会温柔 而坚定地在这些伤口上 贴上创客贴 比如这个纽约州州长 比如那个医生 然后告诉我们 阿杰鲁不要怕 会好的 我们是人类 我们在乎亲情 在乎爱情 我们想要在最后的灾难来临之前 回到亲人的身边 我们也能在最后的灾难来临之前 选择不放弃的放手一搏 爱 一直都在 从来就不该 是不值得一提的 就像纽约州州长说的 我们要竭尽全力地 救每一个生命 这就是作为一个 美国人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 纽约人的意义 这一刻 我们都是纽约人 从这里 我们看到了 真正美国的力量 谢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 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其实回复大家 这是张向东在美国 怀俄明州 Casper给大家带来的报道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拜拜